他拿出麻绳往头上套 命令男人跟自己玩捆绑腿 尺度这么大 万一玩嘎了怎么办 真是胆小 女人表示 那他只好找屏幕前的老色P一起玩 听到这话 男人立马上套 迫不及待拿麻绳绑住脑袋 一点点把自己掉下来 和女人一上一下的完整 或许是情绪紧张 还没开婚 男人就大喊认输 他们之所以喜欢捆绑腿 其实是想多做几次死亡实验 保证将来某天能嘎得顺利 因为活着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男人名叫阿发 是个人妖 也是泰国啪啪酒吧的性工作者 但他又是不完全变性的人妖 即保留男性生殖器 只做了龙兄 这种猎起的生理构造 为他吸引了很多取向不明 需求迥异的顾客 按理说他获得出去 钱挣的也多 又不用攒钱做手术做修复 在泰国能过得不错 但他却甘愿租住 在只能容纳一张床的杂物间 每天过着行尸走漏 日复一日的生活 偶尔还会想用麻绳勒死自己 和阿发同住在一个楼层的 还有酒吧的两个同事 女的叫阿密 男的叫阿瓜 虽然是同事 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全靠距离维持 所以阿发和他们并没有交情 他只知道阿瓜有个 常年卧病在床的养父 这养父年轻时也是人妖 早年为了挣钱 被酒色掏空身体 如今年老变性手术后一阵病发 需要靠昂贵的药物维持治疗 阿瓜已然入不敷出 为了这养父的命 阿瓜不得已做些小偷小摸 换钱买药 这天阿发正要出门上班 撞见阿瓜在楼下卖手机 结果就被阿瓜拿刀抵到墙角 莫名其妙威胁了一顿 到了酒吧还处处挑衅阿发 对此阿发很头疼 去问阿妙才知道 原来阿瓜偷走酒吧酒保的手机 去买钱 阿妙隐瞒也是想帮阿瓜 他恳求阿发别去搞发 而阿发从来不喜欢管闲事 他承诺不会说出去 因为这事 三人放下戒心 渐渐熟人成了朋友 不久之后 是阿发的生日 他第一次在泰国 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邀请他们为自己庆生 他们一起拍照 唱生日歌 这是阿发有生以来 过得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庆祝有人把他带进他们的生活 分享喜怒安乐 这种真诚 让独在一乡的阿发 感到久违的心安 但这些年困在心底的噩梦 阿发却不敢轻易向他们提起 玩意啊玩意 过来 过来 泰国的性工作者太惨了 嫖客只要给钱 老板根本不管他们死活 原有嫖客用尽五花八门的手段 领悠他们 比如眼前这个性无能的男人 为了满足变态授予 竟对女人用上了电棍 经过惨无人道的折磨后 阿妙如同行尸 走肉斑走回家去 回家后 那些痛苦的画面 依旧不停地搅着他的心 愤怒中夹杂的屈辱 让他生不如死 此刻他只想洗澡 吸去满身的脏物 脱下衣服时 他才猛然发现 下身不知何时受伤出血 他好像对这种痛感 已经习以为常 麻木地擦掉血污 躺进温热的水里 这才让伤痕累累的 他找到一丝暖意 这是绝大多数 泰国工作者的遭遇 人人在哥 仿佛就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第二天一早 阿妙还要忍着痛去上班 老板娘非但不安眠 还借机羞辱他 面对老板娘的糟蹋 他感动不敢言 只因当年阿妙还是酒吧老板时 曾杀过一个市里滔天的嫖客 被这人拿住把柄勒索 为了不被揭发 阿妙被逼出了酒吧 签了卖身钱 承诺一辈子给这人打工 才保住性命 日子虽然憋屈苦闷 好在他认识了阿妙阿瓜两个朋友 互相加油打气 勉强度人 几天前 阿妙借着生日包了搜船 带着阿妙和阿瓜几个朋友去海边度假 对习惯独来独往的阿妙来说 这里是他来泰国度过的最轻松惬意的时光 阿妙三言两语的温柔倾听 终于让他卸下心房 对阿妙说出了他的人生事故 原来阿妙出身在香港一个贫困家庭 父亲好吃懒做 家里全靠母亲捡破来维持生计 母亲死后 阿发就四处流浪也食不果腹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受舞女阿妙 阿妙是个性工作者 也是个隐君子 挣来的钱都挥霍一空 然而他却能在自顾不暇的时候 好心收留阿发 让阿发住进他的出租房里 奇怪的是 明明酒吧工资更高 阿妙却在收留阿发后 选择去做低廉的战阶女 一次在家楼下揽客 被警察盘问 阿妙就抓着阿发 谎称他们是夫妻躲了过去 然而丈夫称谓却让阿发感到害怕 他名义上的妻子 正在和野男人打扑克挣钱 他却只是呆呆地看着 没做任何反应 而妻子发现他在偷看 反应比他更冷淡 他躲在楼道里 等妻子打完扑克 送走各路男人 他才敢跟下楼 在楼下 他又看到妻子被一群战阶女刁难欺负 他本该冲上去斥责纳全 结果他又选择袖手旁观 只因他还要靠妻子战阶挣钱来养活自己 靠女人卖身养活自己 这种落差让阿发变得敏感自卑 他难以供情阿悠的痛苦 所以对阿悠战阶的是 他一直掩耳盗铃 自私到极致 直到阿悠再怀孕三个月割腕自杀 他彻底失去避难所 连警察都斥责他妄为人妇 他才惊觉 是自己的冷漠害死阿悠 阿悠对他有恩 如果当时他去倾听阿悠的男人 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让阿悠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或许阿悠就不会死 这种悔恨日夜撕咬着他的心 他迫切想理解阿悠的苦 就到泰国做人妖坐进工作者 让自己接受普罗米修斯的惩罚 每天如同行尸走肉 卖身挣钱 从不多管闲事 直到这天 朋友阿悠偷了客人价值20万的手表 想给人妖付钱买药 结果手表被老板拿走 阿悠还被打残了腿 只腿要4万块钱 阿悠没钱只能等死 正义的阿妙决定去偷老板的钱 让阿发替他把风 万万没想到临危一脚 老板竟突然折回来 他们发现偷钱的阿妙 狠狠打了阿妙一顿 而守在门外的阿发 却没有破门去叫阿妙 但当他听到阿瓜父子绝望的哭声 看到阿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敢出门 想到阿悠临死前的无助 心口的痛如同波涛绞着他的心 所以这次阿发不打算袖手旁观 他要承担其作为朋友的责任 当一个人选择反抗命运 他就从一个懦夫变成了勇士 这天深夜 他带上磨好的刀子去偷钱 被老板发现后 他果断砍杀了老板 然后把钱和酒吧经营权 以及能威胁阿妙的所有证据销毁 回到家后 他把钱藏到阿妙留给他的萤火虫手袋 给阿妙打电话 让他去拿钱 做完这一切 他又折回酒吧 坦荡坚定地割腕自杀 故事结尾 阿瓜有钱治疗 阿妙背着阿发的手袋 把酒吧改成阿发的名字 继续生活 本片名为人要阿发 讲述一个浑浑噩噩的流浪汉被救赎后 反抗命运的故事 或许有人看完会说 以死亡告终的反抗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 因为他的反抗 让本已经绝望的阿妙和阿瓜看到生命 让我们看到在空虚炎凉的世道 还有值得为之守护 付出生命的感情